红烧鱼餐桌上经常吃到的一道菜 那么大家知道红烧鱼如何做 它的皮才不会破 而且做出来的鱼肉非常的鲜嫩 大家好,我是住处 这期就为大家讲解红烧黄鱼的做法 鱼肉鲜嫩,汤汁浓郁,非常好吃 黄鱼买回来之后,宰杀清洗干净 去鳞去腮去内脏 一定要把黄鱼肚内的血槽里的血水清洗干净 再把黄鱼的两面系上刀 这样子我们在烧的时候,鱼熟的比较快 而且更加的入味 点火起锅,先来润一下锅 锅烧热之后,锅里加入凉油 充分的把锅润一下 锅充分的润透之后,再把锅中多余的油倒出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只有这样做,鱼在煎的时候 鱼皮才不会破 锅中的油倒出,留少许的底油 如果我们在家用的是平底不粘锅 那么这一步也可以省略掉 加入少许的豆油 有条件的朋友,再放些蛀油 这一步也很重要 往锅里撒入少许的食用盐 这样做,鱼在煎的时候 鱼的皮才不会破 现在就可以把处理干净的黄鱼 放入锅中进行煎制 鱼在煎的时候,火候也很重要 一定要开中小火慢慢的煎 开大火煎的话 鱼很容易被煎服掉 而且鱼在煎的时候 锅要不停的变范角度 这样才可以保持鱼的每一面才能够煎透 每一面大概煎制一分钟左右 这一面煎好之后 再把鱼翻到另一面 继续的煎制 把鱼身的两面颜色煎制微防 鱼的表皮有一些微干就可以了 用这种方法煎出来的鱼 鱼皮绝对不会破 这种方法适用于很多鱼的煎制 煎过之后的鱼也可以去腥增香 鱼煎透之后,往锅中加入适量的蒜子 姜片和大葱 这些都是烧鱼烧鸡必不可少的葱姜蒜 小火把锅中的葱姜蒜炒香炒透 再加入少许的干红辣椒 不能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 继续的炒出香味 想要红烧防鱼做的好吃 往锅中加入两小勺豆酱 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吃法 放入豆酱之后 烧出来红烧鱼特别的香 味道特别的浓郁 往锅边喷入少许的料酒 非发去腥增香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提鲜 蚝油加入一丢丢 锅中加入两勺清水 水不需要太多 因为这个防鱼熟的比较快 肉质非常的嫩 开大火把锅中的汤汁烧开 开始调味 往锅中加入少许的鸡精味精 不吃鸡精味精的朋友可以不放 再放入少许的白糖提鲜 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去腥增香 这个时候把火后调至中小火 慢慢的炖制 找一个82年的锅盖盖上 鱼再烧制一段时间 可以用手勺 把锅中的汤汁往鱼上面浇 这样子鱼烧出来才会更加的入味 鱼再烧的时候 偶尔要放动一下锅 防止鱼皮的粘连锅底 大概炖制10分钟左右 用细揉勺 把锅中的葱姜大料全部的捞出 捞出大料主要是为了装盘好看 在家做的话也可以不捞 鱼烧好之后 用漏勺把鱼盛出 装入盘中 最后把锅里的汤汁收制一下 红烧防鱼的做法特别的简单 只要你掌握住这几个技巧 你也能做出非常好看完整 汤汁鲜美 肉汁鲜嫩的大黄鱼 晃嫁在家的朋友 赶快动手试着做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本期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